早晚会万点是什么时候 所以我相信一定会 因为我们基本面其实还不错 虽然这两三个月的出口有点影响 台股在9400点大关抽搐不前 国泰金控董作蔡宏图再次喊出万点梦 认为台股早晚会奔上万点 只是市场充斥的国际利空得尽快消除 利空已经产生顿化 如果万一真的有一些比较突发的事件出来的话 很容易形成利空出境的现象 对股票市场来讲 它的悲观程度几乎已经打了相当多的免疫针 希腊问题逐步淡化对股市冲击 但波多黎各接棒爆发财务危机 对美国而言影响更大 也左右台股行情 二号指数以上涨20点开出 不过追价无力 中场小涨4点 收在9379点 成交量不足900亿 加上全只股龙头台积电 除息进入第四天 收在141.5元 还是不见天息迹象 除全息受到二代健保 以及补充保费 还有一些大户弃权的卖压 造成这次的除权行情失灵 二号外资转卖31.8亿 三大法人卖超50亿 不过投心业者指出 下半年苹果概念股 金融传产股急剧潜力 第三季有机会再建高点 三星云城虎晨一杰台北报道